持续受到寒流的影响 全台都是湿湿冷冷的 尤其是在北部地区更是冷收收 在这个时候能够洗个暖乎乎的热水澡 可以说是一大享受 而为了要提醒民众注意防范氧化碳中毒 新电消防分队就特地在新电驱工所捷运站发送传单 并出动大型人偶 其目的就是要叮铃民众使用烂气热水器的时候 务必要多加注意以避免发生意外 今年入冬首波寒流来袭 同时也是十年来的最强寒流 根据气象局预估体感温度更可能在零度以下 为了提醒民众防范易氧化碳中毒 新电消防分队以及新电复宣队 不为寒冷来到了新电驱工所捷运站前发放传单 并且一再叮铃民众要注意家中各项安全措施 冬天冷了那室内的热水器要注意有没有这个通风的 这个不要说密闭会有这个氧化碳的这个危险 还有就是说老人家天气冷要注意保暖 还有出门要把这个火啦还有电源要关闭 这个家里才会安全 新电消防服宣队分队长李新芳指出 天气冷许多民众家中都会紧闭门窗 造成空气不流通 如果热水器的安装位置错误 就很有可能会造成易氧化碳中毒的意外 而他们除了上街宣导 每个月也都会到邻里做居家访试 就是希望能够帮每位民众把关 守护居家安全 我们每个月会到这个居家访试 那也希望民众能让我们进去帮你们居家访试检查 这个安全 就是说家里的杂物不要堆积太多 不要阻碍了逃生入口 还有就是说我们去的时候能够让我们进去 我们会做你们的安全检查 根据消防局统计每年12月到1年的2月 是发生争类意外灾害高峰期 因此为了避免旱事发生 新店消防分队不为寒流低温 除了在街头发送传单外 还出动了大型人偶 可爱的人偶也吸引了路过民众 还有年轻学生抢着合影 让冷嗖嗖的街头多了几分欢乐温馨 新店消防分队再次提醒 民众使用燃气热水器时 务必要注意室内通风 以及使用强制排气的燃气热水器 才能够避免不幸的意外发生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